那我覺得日式空間 大家在談日式空間 只會談到它是老房子 它是老空間 我覺得要談一點就是說 它其實是一個老文化 它是一個生活文化 因為日本人對木頭有特別的感情 所以他們就會選那種特別的木材 然後可以去欣賞它的質感 所以像茶道裡頭來的時候 其實不是純粹喝茶而已 還是去欣賞周圍的空間 甚至包括庭院的空間 我自己心裡面是這樣想 就是說它應該是回到一個 日式空間裡面的 喝茶的空間的感覺 那我覺得我可以給它的 應該是整個質感 空間的質感跟氛圍 可以更接近它空間 現在這幾年下來 其實大家都很喜歡去逛老房子 我覺得整個風氣的改變 所回饋回來的社區環境 包括跟社區居民的生活品質 其實我相信這本來就是 古蹟保存或是老房子運動 非常重要的一個任務之一 老房子活化運動 它就是把過去的傳統 歷史的文化然後延續下去 透過一杯茶 透過我們新田常常這個激勵 我們向全世界的茶人來推廣 來分享整個一個感恩奉茶的理念 最新的幸運的社區 我們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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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好看